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辩论结束之后就是这个人物瞬间爆红了 不是任何的候选人 而是这位称为淡水阿嬷的人物 淡水阿嬷到底是什么人呢 根据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 在电视辩论会上他所说的 他之所以决定要参选 就是因为这么一个淡水阿嬷 希望他参选 而且阿嬷还说 你不出来选 天公佛不会原谅你的 结果淡水阿嬷就成为了 辩论会之后的焦点 有网友就为淡水阿嬷设立了 他的面部粉丝团 没有想到短短五天之内 这个粉丝团已经有了三万六千多人 仔细看一下淡水阿嬷的 面部专业的封面 让我想起十几年前的 一个网络的视频 是阿贵阿贵阿嬷 创意十足的网友 还把朱立伦的竞选口号 玩台湾 台湾就是力量 在台湾还有一名部落客 他就制造了一个新的成语 叫做笑妈 笑妈游人 这意思就是说 反正想要参选 但是又找不到理由的话 干脆拖一位淡水阿嬷下水 这个当作是把 红秀柱给换掉 自己参选的借口 当然又有网友就留言说了 应该改成笑妈游罗 才对 加一点口音呢 另外有一些网友 就制作了有趣的插画 这一位是淡水阿嬷 她说天宫国不会原谅你 后来就出现了 阿嬷自救联盟 表示说 我没有叫朱立伦去选总统 我想网友们的想象力 这么丰富 也让大家觉得是挺有趣的 虽然这个淡水阿嬷 抢了很多的风头 但是我们还是回到 三位候选人的身上 看看他们上传到 社交媒体的一些视频 曾经有一个台湾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是国民党候选人 朱立伦本身的宣传片 强调一个台湾 不分彼此 和谐包容 有一个台湾 从不自我封闭 勇于向世界开放 那个时候我们都相信 彼此是彼此的一部分 彼此是彼此的一部分 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的宣传片 则是以跟着孩子走为题 提醒选民 台湾目前停滞了 要为未来做出改变 公平正义停滞了 信心停滞了 但也在这一刻 我们终于更清晰地看见彼此 风和日历 旁首刻步 跟着孩子走 我们一定可以改变数码 另外呢 清明党的候选人宋主瑜 则是以方形和圆形为设计 比喻台湾在处事 外交 还有法治方面 所需要的规矩 台湾的第14任总统选举 即将在1月16号进行 距离现在只剩下 大概两个星期了 相信所有候选人的团队 本身现在都是忙得不可开交的 如果真的当选为总统 那就更忙了 不过政治人物 到底是不是一年到头 都是忙忙碌碌的呢 连休假都是一种奢侈呢 这真的是有可能 但是我想偶尔看场电影 大家应该还是挺愿意接受的 李显龙总理在上一个星期 上个周末的时候 就跟他的家人一起观赏了 Star Wars 星战七元力觉醒 然后就在面部上面 分享了这张照片 是 网友Paulo就留言说 李总理啊 你应该要有自己的light saber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所以这李显龙总理呢 就马上回复说 他真的有一把 但是他在07年 到访过卢卡斯电影公司的时候 对方送的 马上秀出了这张图片 手应该是他的吧 还有旅居美国的Lilian Tan就说 他跟在美国的朋友 分享了李总理的这个贴文 而他的朋友们都很惊讶 李总理竟然会在面部网页上面 分享他自己的日常活动 其实名人也是凡人座 他们也会过过平凡人的生活 像赌神周润发 最近就陪着妻子回到新加坡 因为他妻子是新加坡人 那过着新加坡式的生活 怎么说呢 因为他出没的地点 都是你我会去的地方 据说 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会被大家拍 在亚昆的早餐店 在卖里汁的蓄水池 在咖啡店吃着肉骨茶 到小贩中心吃鸡饭 到处都有人跟他喝着 发哥你这么逛 心中自然就会被解发了 当然这就是网络的力量 好事坏事大事小事 都可以引起大家的讨论 但可能没有想到的是 原来一间学校的名字 也都能够成为大家讨论的目标 看一下 六个字母 EUMOIA 大家会怎么发音 太深色了 这不是英文字吧 EUMOIA EUMOIA 就提前说是牛鸟 这个其实是本地 所新的初级学院的名称 那在本地就有一个 宝笑的网站说 这个名字读起来 其实像是 EUMOIA EUMOIA 很SINGLEISH 那当然呢 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网民 跳出来凑热闹了 Jestina就说 真不明白为什么就不可以 取一些比较符合 本地色彩的名字呢 偏偏要有那么难记 又难念的名字 这一位呢 则是Ben Lin 她说 你一开始的时候 还以为这个学校 是设立在EONO市呢 因为EONO 那有创意的Suzanna 设计了乘客跟司机之间的 搞笑对话 比如说 你上车之后呢 说司机啊 我要去EONOIA 出去学院 司机反问 哪里啊 乘客很生气了 EONOIA 司机更生气了 I DON'T KNOW 所以后开个分校 可以叫做EO KNOW咩 或是EO KNOW啦 好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比较重要的 好像教育部节随后 还真的就在面部的网页上面 就感谢大家对于这个新出院的名字 提出了这些创意十足的读音 但是也挺幽默地澄清了 你知道的 这一个字的读音呢 不是EO KNOW YA 而是EO KNOW YA 所以下一次有人问你 这个新的初级学院叫做什么名字的时候 千万不要再说EO KNOW YA 出院的名字EO KNOW或DO KNOW 其实还无所谓 但是EO KNOW YA 边海市区现第二阶段 已经开始通车了 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好消息 肯定 特别是五级赤马路那边 沿路有很多的学校 这些学生们当然就受惠了 就好像在巴克路的英华学校 在校门口旁边 我可以看到这个布条 这个标语就是说 我们可以自己去学校了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 被网友们拿来大作文章 怎么说呢 时事评论网站慈母健 就为这张照片 架了这样的标题 可怜的孩子们 终于可以自己搭地点去学校了 文众还说 市区现通车之后呢 通车之前 他们可辛苦了 因为他们必须要乘坐轿车 而且上学途中 还要忍受五级赤马路 严重塞车的交通 我想这个意思 大家应该也听得明白了 不过呢 这位Margaret她也就点出来了 说这真的也就是 在告诉家长 不要再送孩子上学了 把孩子呢 送到离家最近的地铁站 让他们自己 传达地铁到学校 搞笑网站 则是说 其实编写标语很重要 应该这样写 现在我们上学更方便了 潜传用字的不同 其实传达的意义 也就有别了 这位Matthias Leon相信也是英华学校的学生 他就说 我的朋友大多数都是承达公共交通工具上学的 包括我自己在内 他提醒大家在留言之前 先开拓一下眼界 就让我们的单元为你开拓眼界吧 国家地理杂志呢 就揭晓了2015年最受欢迎的照片 每一张都可以让你从不同的角度 来认识我们的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在节目的最后呢 也再一次的预祝各位 在这新的一年 能够度过的平安健康愉快 感谢祝大家新年快乐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